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您请教一下 说实话田先生 我一直也有这种感觉 一直也很纳闷 为什么我见到的所有的书法作品都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今天特别想提出这个问题 向您请教 说来呢 我们也同情您这位朋友 包括您自己有这些看法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这个问题说来也很麻烦 就是你掺过一些个 我们叫古装书也好 叫现装书也好 就是以前的这种老板那些书 那里边虽然都是一些个防送体 或者是一个派印出来的东西 也都没有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是个拨来品 是从这个洋本当中引进来的 这个有意义没有意义 有标点符号读起来还是要省很大的事 为此呢 我们过去的一些个古文 有经过很多人加以这个增加标点 读起来是方便多了 应该说有标点是个进步 但是呢 放在书法作品里边 或者直接拿笔写下来的时候 特别在写草书 你们可能感到困难就更大 本来就是文言文 就是看起来就很吃力 那么再加上没有标点 写的在都是草书 这几句加在一起 写上加说 看不懂的 这可以理解 可问题是呢 中国这个汉字它的特点 跟这个书写都有关系 一旦你加上标点符号 特别是草书上加上标点符号 就乱了 甚至有些时候就无法送读了 因为很多的标点符号 放在咱们这个草书作品里面 它本身就是一个字 我们来举例说 比如说 君子坦荡荡 你看 你看 你弄不清楚啊 这是个冒号 对 还是个分号 如果你在这儿 你加上 这个 一个标点 它就乱 这个本身也像个标点 对 由于写快之后 这个和这个 知识一代就过来了 对对对 实际它是个字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 所以说 你轻易的加点是不行的 在过去有这么句话 叫做 文不加点 武不善作呀 嗯 这边加个点是不行的 你加点很多字就变化了 对对对 就乱了 你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还有这个 悠悠 草书的悠 就是这个悠字 悠 它就下面再点个点 实际上它是悠悠 悠悠万事 为此为大 科技复理 悠悠 它说 然后继续写 悠悠万事 为此为大 你说这个 悠字后边点个点 你说这标点符号是个字吧 顿号 或者说是顿号 你怎么理解 怎么理解都行 实际上呢 你懂得古文就知道 这是连这两个字 悠悠 嗯 行书当中呢 写这个经常 比如说 刚才我说 坦荡荡 这荡 嗯 它也写两个点 草书当中 就经常写一个点 嗯 所以你如果在里边乱加标点符号 就乱了 对 读起来就麻烦了 对 这是说 分号 或者冒号 或者逗号 嗯 哎 有时候说 我加一个问号不行吗 问号 有问题没有啊 比如这样写一个问号 这有没有 这个 有一句话叫 亲亲我我 比如这个亲字 在书法当中呢 经常要这样写 就这个亲字 嗯 他这个亲字草书就是这样写 哦 就像个问号 对了 所以你乱加问号 他可能 怀疑是个亲字 嗯 当然我们要是规范一点 规范一点 比如这样画出来 可能大家不会再念亲 问题是你写快的的时候 对对 你不可能这么规范 对 这是说这个这个问号 嗯 比如说 一个破车号 我们在写的时候 很难把它画特别直 是不是 很难画太直 因为在快速书写当中 你很可能就 就画成这样 嗯 这个样子啊 代表两个字 哦 你看就这一下子 代表两个字 哦 比如说 路由的拆头缝 嗯 就是红足手 黄藤酒 满城春色 公强柳 嗯 就这里边有 连续着有三个字 错错错 默默默 是吧 写错字的时候 往往到草书阶段的时候啊 对不起 写了个新书啊 比如草书当中 错 嗯 你比如说 两个错 错错 可以点个点就完了 嗯 错错错 三个字 怎么办 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写 或者是 写连一点 哦 错错错 哦 你说 有时候就是 这是破车号还是什么 实际上 它是代表三个字 嗯 它拉长一点 对 这是一种 书法的一种手法 嗯 所以我们说 标点太多了 就 吃草书乱成一团 嗯 比如我加个句号 来个圈 这不可能念个字吧 往往这个字啊 它放在这个 古文字里边 画个圈的时候 它是告诉你这个字啊 另有别的读音 哦 比如好字 好坏的好 这好字 嗯 它在这地方 比如说 画了个圈 嗯 你误以为 跟上面句子 结束 又不是 它是告诉你 在这念号 哦 就有这个问题 哦 所以 这次啊 老前面都说 这次发圈啊 嗯 画个圈 发圈的时候 就告诉你 另外一个读音 嗯 所以你轻易的画个句号 画个 弄个豆号 来个什么标点 嗯 这字里就都很混乱 对对对 所以你说 我读起来很吃力 嗯 那么 对不起 如果我是书法家的话 我就向你说 我无法迁就你 只有你好好学习草书 学习古文 对对 你不懂古文 你不懂草书 即使弄出标点来 你该不懂还是不懂 嗯 所以这是个小问题 过去没有标点符号 嗯 那古人们都 呃文言文 也没人说感觉 哎呀 我这个过不去 怎么怎么样的 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 嗯 当然有了标点之后 我们还是说 哎 应该说还是很方便 对 哎 但是主要问题不在这 对 只能说是我们的古文基础太差了 所以在 呃 诵读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很吃力的这种问题 是吧 所以古人说呢 在阅读古文的时候 首先要解决剧痘的问题 嗯 剧痘 嗯 这大家 嗯 学过这个这个 古汉语或者学过文文都知道 嗯 这个这个 毒字念痘 痘 哦 这个毒字又该画圈了 又该画圈了 发音念痘 剧痘 嗯 剧痘之不毒 同样是两个毒字 嗯 前面跟后面 这他就是两个毒音了 嗯 就像 会于快级山音天之 山音之蓝亭 嗯 两个会字 实际上前面念会 后面念快 哦 哎 就经常有这个时候 嗯 所以我们说 标点符号的问题 有时候 不能轻易的在 呃 书法作品里放 嗯 哎 如果是过去的古文 嗯 我们今天还可以加些标点 嗯 哎 他影响不大 嗯 如果是在草书作品 特别是草书作品 嗯 一加这些东西 就很乱 很乱 嗯 无法加 嗯 但是我们现在的课本当中呢 呃 今人已经把它都加上标点 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再送读起来 更方便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要否定这标点符号的作用 但是在草书作品 特别在草书作品当中 嗯 乃至于性书作品 嗯 因为有这些写法 你就不知道楷书当中 可以不可以加了草字呢 嗯 比如说汪熙之 汪县之 他们过去写的那个书法 就我们姑且称之为书法作品 嗯 包括那些信渣里边 嗯 他就是呃 写写草书里边出了个楷书 写写凯书里出了个新书 嗯 我以前的节目当中讲过 嗯 就叫三下锅嘛 嗯 楷书新书草书 他们都有 往里放 嗯 所以你不敢说 哪哪篇书法作品当中 嗯 可以加标点 哪个不能加标点 嗯 严格讲 加上标点会混乱的 是 我看您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示范 我突然间有一个问题 特别想跟您请教 就是为什么这个古代的这些书法作品 包括一些这个书本的一些资料哈 都是术式的 术牌版 哎 术牌版 怎么就不能写成横版的呢 就像您刚刚术牌版 我像现在的书籍一样写成横版的不可以吗 就是不加标点 它横写 对对对对 这个问题啊 跟刚才说这是两回事了啊 但我们再说这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实际上 它跟汉字的书写有关系 哦 汉字的书写 嗯 如果 术式的往下排列 嗯 就非常的顺畅 嗯 一点也不个手 嗯 如果横式 嗯 就很不舒服 哦 你看我们随便写写写写写几行字啊 嗯 比如说 大将西征 未成欢 你看这些字啊 嗯 你继续连下来 你看这些歌 嗯 它往下顺连 对对对 保持自新的美 嗯 顺畅 非常 如果再继续写连一点 比如说大将 写草书了啊 这连下来 当然不应该这么连 连下来 仍然 你觉得 可以接受 嗯 大将西征 咱假如说 都连起来是不好 但是就说 我们连起来 也没什么问题 比如说还 这个 相互子弟 有的版本写 互相子弟啊 相互子弟 满天山 心灾 羊柳 三千里 嗯 你就这么顺着下写 嗯 虽然 它的优丝在牵挂着 嗯 但是你却感到 读起来 一点也不费劲 嗯 假如说我们把它 横向的写 嗯 你写快之后 首先字星是不美的 嗯 甚至可以在阅读当中 会带来混乱 嗯 这快写以后 会出现这个问题 嗯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好 我们现在用横排的方式 来写下这首诗 啊 快成英文了 乱得很 太热闹了 太热闹 所以如果这样写的话 你阅读起来 你会感到很吃力 对对对 而且这心体非常不美 这更看不懂了 对 哪怕我 哪怕我们写一个 比如说年头 写一个比如说 1998年 你看 嗯 尽管我们这样连上它 你看 仍然你不影响阅读 对对 如果还是这一行字 我们把它横排写 你看什么样子的 嗯 19998年 你就会感觉到它很乱 你看九字啊 它写草树它往下走 对 对 往下走继续顺联 对 还记得九 或者九八 或者是八万七 六 五 啊 五四 三二 一 这都没问题 对 一旦横写 就显得乱得很 对 一个是在阅读当中 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嗯 一个就是在 这个书法的行美上 注意我说的这一点 嗯 就是说 我们的古人真的是审美意识太高 嗯 我们的汉子之所以这么伟大 就是古人的那种意识 嗯 他在书写当中 他始终保持瘟子的美 给你带来阅读上的一种快感 嗯 比如说 我们这里招工 您到我们这来报名 嗯 让你听个简历表 你写这首好字 嗯 我说的严重一点啊 比你拿高等学历来 这个接受单位还高兴 对 一旦写这么一首好字 嗯 从本心里 本心里就爱你 嗯 尽管你拿了一个高等学历 你写那字跟狗爬的似 嗯 然后感到你恶心 觉得你对不起那个学历 嗯 可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是大学教师 所以我有资格说这句话 现在大学生写那字 每一道人家招工去报名 一天简历表 或者就跟我说 人家说你们这还是大学生 嗯 还是南开大学 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 写出这狗屁字来 人家就数了一顿 学生们 或者说 老师我为这 也就跟你学写字 嗯 哎 但是不管怎么样 知道努力就是好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 你要到哪里去找工作 嗯 你写出好字 真的是让人有一番快感 对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分字 这个分就是分别的分 区分的分 我们现在用凯数来演示一下 这个字 它的一个规范字的一个写法 大家注意 我说的这个分 现在这样写 是一个规范字的写法 实际上在古卑帖当中 几乎很少见这样写这个分字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来演示一下 在这个悲帖当中常见的一种写法 应该是这样 笔顺不一样 解体的效果也不一样 看一下 是这样 注意看 是这样的 再写一遍 大家看 注意这个结构 我们把它画一个十字 大家看一看 就容易弄清楚 在这样一个十字当中 看这个结构 这一片在正中 注意看 是这样 第二片还在正中起 是这样的 注意这个钩 挑过来 在这地方起 仍然在这个中线上 然后一点 是这么一种结构效果 单写一遍 大家看 先说这个片 一定向右倾斜的坡度要大 这个坡度要大 第二笔还在这起 第二笔片要长 拐过来 注意看 从这起钩 右边这个点相对的要大 注意看 这样 这是这个 悲铁当中 基本的这种写法 我们偶然见了 右边把这点写成一个纳笔的 但是注意 它的这个笔顺 仍然和我们刚演示的一样 看一遍 这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写成这样 所以大家看 虽然是右边写了一个纳笔 不是一上来这样写的 或者最后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是写完了这个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加了一个纳笔 所以这个纳笔 它的这个这个位置 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相等的 它是向下的 因此大家要知道 这个分字的写法 它的笔顺 不管楷书 星书 草书 都应该是这样 最后再演示一遍 第二篇要长 转过来 实际上它是这样的 注意看 它是这样三个等份 你不能把它写成了 这样一篇 这样一篇 然后这笔写这样 这就坏了 这个这个效果就错了 而且分字要写的扁一点 不要写的很长 就是不能够写成这样 这就坏了 等于是这样的一个阶题 就不好看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分字是很讲究的 来看一看 这个字 星书的写法 还是这样一个笔顺 注意看 一二三 这些粗点细点都没有关系 再看 写到行书阶段的时候 跟这个楷书来的区别 楷书是这样 偷一笔是短的 第二笔是长的 然后转过来 是这样 整体看 是这样一个方形的一个字形 到了行书阶段的时候 往往第一笔长 看 就这一笔往往长 但是如果说写短了 可以不可以 这样写可以不可以 未尝不可 但是看到前辈书家 是多数是这样写 第一笔是比较 撇得远一点 那么他的整体 字形看 还是个方形 是这样的 至于这一笔 转过来 是不是一定要 练上 这倒不一定 也许优斯带过来 写这个字是很轻巧的 只要把这个方法掌握好 分字是个漂亮字 看一看这个字 草书的写法 草书写法 跟大家说很遗憾 也是这样写 你看 也是这样写 那么怎么区别行书草书呢 就是草书更随意一些 往往到草书的时候 前辈书家写的时候 就把它写得很高 比如说 注意看 是这种形体了 而且写得也非常随意 所以至于哪一笔长 哪一笔短 已经都不在计划之列 就随便就下来了 我们还见到过 孙国庭在书谱当中 这样写这个分字 因为孙国庭书谱是草书吗 他这样写 转过来 注意看 这样转过来 这样写 孙国庭这样写 还是比较规矩的 因为他总是二王的体系 所以这样转来 还是规矩的 但是 好像我记得是张旭 还是怀素 这个一时记不十分的清楚 他写的时候 就是也是这样转 就这样写 就写得很长 因为很长的话 显得就更加随意 还有的就是 这笔下了之后 直接就这么一带 显示草书的那种草意在里面 所以我们总是说 草书写字的时候和新书楷书 各自对于纸笔和掌握结构上 都有一个心理的变化 楷书要百分之百的控制它 只有控制严谨 这个字形出来之后 才是预期的效果 这个星书呢 就控制状态就差一些了 所以刚才我说的分子 这一片长点也行 是这一片长点也行 这就不十分严格 楷书就相对严格的多 到草书 知笔也好 就在理念上讲 它已经是个半控制状态 在这个半控制状态当中 就看你的基本功好与坏 你的基本功好 在下意识完成当中 仍然不失法则 如果你基本功不好 你在半控制状态当中 就经常容易走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